欢迎收看每周360 本期依旧是我Vender 上周车坛惊喜满满 就算你过金钱饭 但是你听了肯定爽 我们开始吧 第一则新闻 Honda Civic e-HEV 正式开放预订 2.0公升 Arkinson自然进气引擎 外观细节设计风格不同 11月正式发表 就在上周 Honda Civic e-HEV 正式在我国开放预订 这一次Honda Malaysia 为这款CV e-HEV 带来了什么亮点 带你来看一下 线索引擎CV e-HEV 采用了Arkinson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81HP 峰值扭力 则是315Nm 而热效率 官方给出的数据是41% 和Toyota的Dynamic Force Engine 是一样的 关于油耗表现 若根据泰国官方的数据 纯市区驾驶 就是City Drive的油耗 达到了每公升 55.55公里 而综合油耗 则是每公升 25公里 外观设计方面 这一款Civic的设计路线 和其他在售版本略有不同 虽然整体外观 和车身尺码几乎一样 但从细节来看 你还是可以发现 这是一款E-HEV的版本 而轮圈则是采用了Dual Tone 轮圈 一样是18寸 并且采用了Chrome镀铬 试条 在水箱 护罩和窗框上都能看到 而双排气管则 变成了单排气管设置在右边 Honda Sensing 方面 这款车应该不会缺席的 畢竟其他版本都搭配了 所以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看一下关于这款车的大致介绍 最后Civic e-HEV同样被归类在RS版本当中 所以买Civic RS很可能会提供e-HEV和Turbo的选项 但价格目前尚未公布 可以继续留守我们的频道 待拿到实测后 我们将会做个更详细的介绍 包括试驾体验方面 第二则新闻 2022 Toyota Harrier升级版 正式推出维持2.0公升引擎 导入Spatial Edition车型 新车价从274000令吉起 随着HERIA这款车在去年登陆我国市场的时候 大受欢迎 近期原厂又再次从日本导入了 2022年式的升级车款到我国贩售 由于只是年度升级车款 因此外观和内饰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变 只是这一次原厂加入了360度全景影像的功能 当然在Toyota Safety Sense的主动安全配备上 与2021年的车型一样没有改变 动力部分 但原厂这一次依旧维持了2.0公升 Dynamic Force引擎的配置 最大马力是170HP 峰值扭力则是203Nm 匹配Direct Shift CPT变速箱 可是这一次原厂在原有的2.0公升 Lex3的车型基础上 最推出了SE的特别版车型 这款车从即日起开放给消费者预定 新车价从274000令吉起 大家可以自行去到Toyota Malaysia 官网自行查看哦 第三则新闻 2023 Nissan Amera 美国正式登场 带你看有什么看点 玫瑰版的Amera外观上它有着不一样的设计 虽然原厂还是宣称是VMotion的设计 但是这个水箱护罩的改变非常明显 它换成了横条式的水箱护罩 并且看起来有Chrome和Piano Black混搭的材质打造 同时瑞丽的LED日行灯也有获得保留 至于其余的细节 其实和我国目前正在贩售的车型大同小异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内饰方面 这一次在高配车型上 原厂终于导入了8寸的足迹 支援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其他细节仍然是大同小异 引擎部分当地采用了1.6L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22HP 并且在入门车型上还配备了 五速手排变速箱 而高配车型一样是采用Xtronic CVT变速箱 值得一提的是 在安全配备上 这款车也有很丰富的配备 这一次原厂为它导入了这个ACC的主动式 定速巡航AEV自动紧急刹车升级车能够检测行人 其余像是车道偏移警示后方自动刹车等等都没有缺席 这款车将会在今年的秋天正式在美国发布 只不过目前价格暂时未知 你觉得当中马来西亚会不会也升级目前在售的Amera呢? 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 上周根据销售人员向多位准车主提出的消息 这款车将会于10月18日线上发布 并且之后也会陆续向准车主们交车 据消息称这款车在9月份时已经收获了5200张订单 不过这是9月份的消息 但相信这款车的订单在上个月应该也是有所增长的 不过据悉产能有限 这款车今年的产能只有2000辆 因此发布后 可能部分时预订的准车主要等到2023年才能拿到新车了 再简单与大家回顾一下这款车的相关细节 虽然这款车和Produce Alza一样是在第二国产车位于Rawang的工厂生产的 但是为了做出差异化原厂在这款车上配备了很多Alza没有的配置 从原厂目前官网释出的配备来看 它将有QI无线充电面板 无线Apple CarPlay 氛围灯设计 整体来说配备还是相当出色的 据悉预售价是95000令吉起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这款车的消息 记得留守明天就是星期二 因为这款车的发布会将会在明天举行 到时我们会第一时间带给大家更多的消息 不要错过哦 最后一则新闻 你的初恋来了哦 哈佛初恋HEV实车现身我国 预计近期内上市预售价将从17000令吉起 自从早前哈佛的母公司GWM长城汽车 正式在我国举行品牌发布会后 就积极带入各种车型到我国进行测试 为的是在我国发布首款车型而做准备 近日就有网友拍到这款车的实车 现身在我国的某处室内停车场 这一次被拍到的是哈佛初恋混合动力版本的车型 由于目前混合动力车型只在泰国市场发布 因此我们也会以泰国车型为主 首先车身尺码的定位上属于C-Segment SUV 而未来来到我国的对手或许将是Proton X70 Honda CR-V和Mazda CX-5等等 外观部分这款车的设计还是相当大气的 缩大的水箱护罩 两边特别设计的LED日行灯 其下方还有一组特别的方向灯设计 而车尾的造型其实和前面的日行灯有相互呼应的设计 下方还配有扰流器的设计看起来更运动化 内饰部分这款车有着7寸全液金表 10.25寸中控触屏主机 还有HUD抬头显示器 加上多种材质拼接的内饰设计 营造出一个非常好看的内饰 除此之外它还有扭旋式换挡机构 带有Auto Hold EPB电子手刹车 360度全景影像 整体设计相当豪华且有质感 至于动力部分 它搭载这个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93HP 峰值扭力则是250Nm 虽然这个数据看起来没有很出色 但它其实主要是作为增程器 使用微电动机发电 再用电机驱动车子 而这一套电机能输出高达187HP 和375Nm的动力 放在一款C-Segment的SUV上其实是相当够用的 另外安全配备也是这款车的亮点之一 比如ACC主动式定速巡航自动紧急刹车 前后撞击预警等一应俱全 该有的都有 最后这款车在泰国的起售价 折合马币约10万7624令吉 至12万2317令吉之间 由泰国的工厂生产 因此这一次出现在我国测试也是无可厚非的 毕竟长城在早前就已经在我国举办了品牌发布会 只是目前为止原厂还没有发布新车 所以你的初恋你还不买它?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关注、分享、点赞 并开启小铃铛及时追踪 此外非常推荐去关注我们超级好玩 与特别的TikTok和小红素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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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